齐民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第十届碧桂圆碑 一盘非常精彩的对局 是由红方齐天大胜孙永征 对阵长白虎陶汉明 开局呢孙永征选择中炮 这里呢黑方跳马 红方跳马 黑方呢出狙 红方出狙之后 黑方直接呢选择了一个猎炮 也是呢准备跟红方呢去拼一拼刺刀 这里红方跳马之后呢 黑方马尔进三 红方出狙 黑方出狙 下到这里啊 双方呢是一个猎炮的对称形 本以为呢红方占优 红方呢这里就卷尽六点过去 准备率先呢去吃足鸭嘛 黑方呢也不甘失弱 直接呢反进局 双方呢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对称形 红方呢先行平炮对局 黑方杀兵之后 红方呢选择进去看住 将来呢再准备退炮打局 这也是这个骑行下呢 非常常见的一个反击手段 黑方先平起三足 红方按计划退炮准备打局 那么黑方呢也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里呢也选择平炮对局 红方杀足 黑方选择进局 那么毕竟红方是先走一步棋 所以呢 也是率先采取了打局的反击 黑方选择躲开 红方呢在外马踩局 如果这个时候黑方选择平局 红方呢可以炮平起双炮打局 黑方呢肯定就要丢死了 因此呢黑方这个棋啊 只能呢选择退局去防守 红方呢非常果断 孙永征呢在战胜了许行川特大之后呢 感觉气势正浓 直接呢马踩边足 准备呢一举击垮对方的防线 但黑方也不是次数的 直接呢马踩马 红方呢捞到一个底下的便宜 黑方赶快补试 下到这里啊 红方呢如果选择炮分边 哎寻求攻势也是相当的厉害 那么黑方如果退马呢 有底线的进攻 黑方如果出将 红方呢平炮退将军 黑方呢也是要吃亏啊 这个棋红方呢可以选择弃子 但实战当中呢 孙永征啊还是求稳啊 没有选择弃子攻杀 而是呢选择禁局 准备呢先把这个大子吃回来 黑方呢抓住了机会 直接呢选择了退炮 那么退炮之后呢 这个马啊马上就要逃回来了 所以红方呢要赶快吃 你不吃呢这个马要退回来了 所以红方呢赶快先把马马吃掉 黑方呢抢到了一个反击 红方也只能先躲开 黑方呢同样的方式 选择翻外马呢准备反击 这个棋下到这啊 应该说是极为的复杂 红方无论是进局吃 还是退局守 都有非常复杂的攻守 我们是举一力 假设呢红方选择退回来呢 去防守 这个棋呢有一点点示弱 黑方呢可能就炮打中兵先将 红方呢只能呢先补强 黑方呢再选择打马或出将反击 这个棋呢也是非常的复杂和激烈 比如说黑方这个时候呢 选择出老将 直接呢威胁铁门酸啊 那么红方如果再选择出帅 黑方有可能呢就强行对局 这样对攻下来啊 感觉呢黑方的形势呢更加的有利 因此呢红方啊不能这么软弱的 退回来去防守了 只能呢针锋相对 拼此刀直接平局 下到这啊黑方如果选择平炮 红方呢将来炮打中足一将 黑方很有可能要出将 那么红方呢可以选平炮再将 再选择呢吃掉边足 大不了红方呢将来就是气到这个马 红方前线的双狙双炮呢 还是更加的厉害一些啊 黑方觉得这个棋啊 如果走这种局面呢并不满意 所以实战当中呢没有选择平炮去打局 而是呢选择啊出老将 这个棋呢直接出老将呢抓底试试一个先手 那么红方实战呢选择补强 也是没有什么毛病啊 那么下到这呢黑方必须要做出果断的一个抉择了 毕竟这个炮呢在红方的嘴里 黑方呢选择了孤注一试 直接进马 这里呢是时间太紧 因为这盘棋呢是两个人的加赛 哎那么也是凑一下时间啊 凑一下时间之后呢 黑方就拼了啊 果断进马呢准备采局采马 红方呢接受挑战 直接呢把这个炮吃掉 那么黑方呢把马吃掉 下到这里啊 应该说呢 红方还是占定优势的 红方正确的走法呀 应该选择呢先下局 哎这个棋呢不能着急打势 那么先下局的好处呢 就是保留这个炮的一个灵活性 那如果黑方选择呢双鞠爆累 准备呢这个底线的杀棋 红方呢可以平炮仙江啊 平炮仙江啊 黑方呢不能砍炮 那么砍炮呢 红方虽然不能上市吃 因为这边有一个啊 下顶局的杀棋 但是红方呢可以退炮仙江 把黑方的这个鞠给吃掉 那么黑方的这个六路鞠一旦死了呢 这个棋就没招了啊 你也不能打中兵 我正好抓着你的鞠呢 所以这个棋如果这么下呢 红方就大优了啊 但非常的可惜 在快棋赛的当中呢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在实战当中 孙永征啊 这个棋呢着急了 直接呢选择炮打市了 这个棋呢就没有刚才的变化了 黑方实战呢选择了平鞠 现在呢两个鞠啊 准备直接呢威胁红方的底线 先是一个杀棋 你红方没有时间去吃这个中式之类的啊 那现在呢 实战当中红方呢下敌一将 黑方就上将了啊 下到这里啊 红方动势呢肯定是来不及的 那我们呢也列举了很多的走法 显然红方现在平炮呢是不行的啊 你平炮呢 他炮打中兵 是吧 这个棋就不要了 现在这个棋下底杀棋铁门酸 红方防不住了啊 这个棋呢 黑方的火力非常强劲 那么红方这个时候正确的走法什么呢 正确的走法啊 就是退炮将军 退炮一将呢 黑方只能下市 那么红方这边再将啊 再选择呢 平炮一拦啊 这样呢 平炮拦住之后呢 黑方是来不及打中兵的啊 你打中兵叫杀 我这边下底是杀你 所以呢 黑方要赶快呢 这个退炮啊 打一打狙 这边呢 去顶一下啊 否则呢 红方下底杀棋了 那么红方这里呢 再躲一躲狙 如果黑方呢 这里老将吃掉 哎 准备呢 继续杀棋 红方呢 可以平炮顶住 那正好呢 这个中炮啊 被红方的狙给牵住了 你现在打中兵打不出来 这样的红方呢 虽然少一个子 但是两个狙呢 威力也很强大 双方呢 这个棋啊 胜负也是难料啊 这应该是呢 红方啊 最为顽强 也是最好的一个下法了 但实战当中呢 时间非常紧张 棋手呢 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啊 找到正确的这个手段了 那个孙永征呢 实战当中走了一个上市 这个就是败招啊 这个败招了 那么黑方抓住机会啊 这个长白虎 陶汉明特大 年龄也不小了 抓住机会 直接砍底是一将 红方呢 只能上去 黑方再一将 那么再把这个是杀了啊 因为你红方现在没杀呀 这个棋两个军杀下来呢 直接要杀棋了 红方没招呢 现在面临对方 居力进去杀棋 只能先打马 打马之后 黑方居一点 就绝杀无解了啊 下到这呢 黑方无论是居自进一 还是居自平五啊 居六平五 这有无数个杀法 你红方肯定守不住了 你这边不是杀棋 你就肯定守不住了 实战当中呢 这个棋红方呢 退炮一将啊 这个陶汉明呢 非常开心啊 老将一上 御驾亲征 爱咋咋地 红方呢 千军万马 瞪眼睛没招 现在呢 你退去又将不了 正好有个中炮看上了 平局抠底呢 有个势啊 所以呢 现在眼看着呢 这个红方呢 是血招没有了 眼看着黑方这边呢 是绝杀无解 那么这盘棋呢 下到这啊 孙永正一看大势已去 就只能呢 投子恩赋了 陶汉明啊 已经是这么大年纪啊 在碧谷岩监当中 也是连续战胜了强敌 闯入了胜者主的四强 向他表示祝贺 孙永正呢 非常可惜 在战胜了许心川之后呢 也是输到了比赛啊 那么进入败者主 后续呢 还有更多精彩的 比赛的讲解 大家关注我 我们后面的讲解 更精彩 齐鸣鸣鸣们 今天这盘精彩队局 就给大家呢 先说到这儿 我们先算解决一下